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曾小焦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节的即市攻略 先和大家跟进一下最新的市况 内地股市方面 上证指数升15点 报3032点 深证城指升77点 报10290点 护心300升33点 报3225点 恒指方面报2055点 升166点 博企指数86802点 升97点 大市成交142亿 这次嘉宾请来Stanley和我们分析最新的市况 Stanley 你好 Stanley 我先和你谈谈大市 先谈谈港股的大市 港股創了两年半的新低 技术上虽然是相当超慢 但市场就缺乏利好的消息提振 隔晚在美国买卖的港股预托证券 ADR其实都是轻轻地反一反弹 短期内港股的情况 是不是都是一般 都是在2万点的水平左右 上下增持下 看看A股的做法是怎样 因为如果你以今早早的市况去看 因为你刚才所说的也是昨晚 甚至之前的情况 现在市场看得比较短线 因为每天的变化都可以说是很大 特别是A股 因为今早早的A股 你会看到有一个很大的波动 好像以较早之前的时间 亦都曾经跌穿过3000点 去到大概是290这些位置 但亦都在很短的时间 穿过秋升的情况 就去到3047这些位置 如果你这样的数据的话 即是上落的波幅都剩下50点了 但都只不过是几分钟的市 但你说现在 在大家的交谈途中 现在的A股又跌下去了 现在又是在做3018 即是由高位3047附近 又没有了大概30点了 所以你都真的可以说 现在市场的变化很快 而且都真的很波动 而连带之下的港股也是 你港股本身大家都知道 在今年开局至今 基本上都真的没有好过 甚至都真的可以说是不断试底 昨天的时间也跌穿了 即是二万年的心理关口 整个形势 基本上你可以说是一个 一级级下落的一个形态 今天来说有个反弹 这个都真的不排除 是一个叫做超跌之后的反弹 因为现在我想你看任何的技术指标 都似乎都 可能是RSI这些为例 比较简单一些的技术指标 去看 基本上都已经是超卖了 所以有个反弹感不出奇 但是正如我之前都多番强调 多番提及到自己的看法 就是说经济的数据 今个月应该都不会太过理想 特别是明天公布出来的 准备数字 我自己的看法是比较淡的 所以变相之下 但是大市虽然有些反弹 但是这个是反弹的势头 能否延续下去呢 我自己是有保留的 而且今早上看回港股方面 有比较好的表现的情况 都似乎跟人民币的匯价似乎 也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 所以暂时来计 对于后市的看法 我仍是比较审慎的 即使以即使来计算 即使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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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三四百点 也好 我不意外 但是问题就是 这个升势是否等于扭转了之前的 即是下跌的情况 我自己是不太相信的 而且真的 你可以说 除非我们的数据出到来 真的有一个改善的情况 否则的话 似乎大市的整个大势来说 我想头一季 甚至头两季 那边都不会太理想 我都听得出 Stanley对他讲过 在头一季 头二季 头两季的表现 都应该是悲观少少的了 这个看法 转同你看看内地市场 看到内地股市 虽然熔断机制已经暂停了 但昨天依然要大跌 暂时来说 上证指数是三千零二十八点 但其实今早曾经跌穿了三千点 这个关口 今天可不可以守得住三千点 刚刚也认识很多的蝙蝠 都有说到A股的情况 都不想再多谈 但是既然现在 你记得到A股的走势 都跌到R1提及到 其实现在很即时的 昨天真的跌了很多 但是今早的时间 现在都可以说是相对比较波动 因为说一说一说 又升多一点上来 所以都反映现象 如果以上重指去看 似乎三千点 这些比较重要的关口位 开始有些支持 而且似乎今天 感觉上A股都好像不想跌 都好像有些无人之手 不知道是否是顶住 但是内地都开始比较多消息 如果你看回内地今早做一些最新的数字的消息 都好像见到 内地方面都可能有很多的资金 都想说部署入市 我想对市场来计算是好一点的 但是始终也是那句 刚刚都不断强调 其实现在的经济状况 也都不是很理想 人民币汇率也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 所以似乎A股的形势都不太乐观 但是似乎今天来看 三千点是有一些支持的 所以暂时大家可以 以三千点作为一个参考 如果短线来计算 守得住的 看看有没有机会再继续打 但是那些失手了 而且真的上不去的话 似乎都依然有一个调整的空间 好啊 转给你看看一些个别股份 有编号611的中国核能 见到一些消息指 它开始建设光伏发电项目的一期工程之后 公司现在就准备去进一步 在中国建设光伏发电项目的第二期工程 也有提及 未来太阳能需求也不断增加 加上中国政府的政策 其实都相当利好这些公司 接下来这些股份 是不是前景都相当不错 都很老实 这些都没有什么研究 这些和好市的印象中 它都是做一些 好似核电的一些叫做 就是一些叫做 一些原材料 方面一些的交易 但是 如果现在公司 就是想转型的话 再看看 当然 如果以公司的通告 它就说 现在是在 20兆瓦的农业光伏发电站 二期工程的建设 如果看规模上 又应该不算很大 因为如果你看回 今次这一宗交易 总代价大概 三千多万港币 其实真的很小 所以对公司股价的影响 甚至乎 我想对大市的影响 其实是极美 而且这间公司 如果你看回 过去的成交量也好 看公司的股价表现也好 其实也不是太乐观 当然如果说光伏的话 也有很多 近期来说 有些市场更加关注的 可能是712 卡普单客 它原先做好一些上游的业务 也有些公司 现在也做下游 也做相同一些发电的项目 但是 我想你的光伏板块本身 也都面对着比较多的难度 好像做下游的话 现在很多公司 都想做下游 但是问题是 你做下游 那些叫做发电 发电出来之后 能不能迫到电网 都是另一个关键 但是这些公司 你只好可以为现在 开始做 但是做不做得到 甚至乎 好像这些 六一为例 出了消息 但是股价也是 没有什么起色 我想 大家不需要太关注 这些股份 好 这个时候 再和各位观众 跟随下蓝筹 各位最新造假 汇控升1%57.15% 中国移动靠岸部80.75% 健康升1%4.96% 公康升1%4.26% 中康升超过1%3.16% 港交所系 靠岸部183.3% 中国人寿升2%21.75% 有邦保险升1%42.9% 腾讯升1%139.3% 香沙中国靠岸部22.45% 祥和靠岸部98.15% 新鸿基地产靠岸部90.15% 九龙仓跌1%39.6% 中国海岸升2%23.1% 华润置地偏远部18.66% 中海游是偏远部7.29% 中石游升1%4.49% 中石化升2%4.31% 昆仑能源是靠岸部5.96% 中国神华升1%11.1% 这次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Stanley做新报 刚刚提及过的股份或指数相关资产 你没有持有? 没有持有 那我们先休息一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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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